狮群女王沙巴 带领狮群捕猎到脚马 鲜血的气味随风而去 吸引来臭名昭著的猎狗群 依靠数量优势想要巧取豪夺 女王沙巴有八只小狮子需要照顾 不敢多坐停留 可猎狗群得寸进尺 竟敢尾随小狮子们 这严重侵犯了女王沙巴的底线 大胆匡徒 脚马肉你们也不用多想 女王沙巴怒火万丈 一骂当先 直接杀进了猎狗群 哀号声此起彼伏 让人不寒而栗 蓄日东升 一切尘埃落定 猎狗群被击退 可女王沙巴 后腿被猎狗缝利的牙齿重伤 生死难了 此地空旷毫无秘密可言 150平方公里的领地 世王兄弟寻视为归 猎狗群随时会发起反扑 应该尽快带小狮子们向林地转移 治疗伤痛 可女王沙巴哪里知道 那里不仅有花宝徘徊 流浪熊师兄弟已经趁夜色潜入林地 倘若是群不小心遇到 不仅小狮子们性命难保 就连自己也是围在旦夕 波茨瓦那的沙佛地 远古时期是一座大型湖泊 如今为沼泽之地 西边是高山 北部是贫瘠的丘陵 东侧是远古海岸线 四周沙漠环绕 将有领地意识的野生动物 困于此地 地区东半部分是平原草地 食草动物来饮水的必经之地 也是狮群和猎狗群的主要活动地区 西边林木茂盛 水牛群常在这里出没 适合狮群伏击狩猎 北部丘陵灌木丛生 环境恶劣 利用匮乏 花豹在这个夹缝中艰难求生 受伤的沙巴带着狮群来到林地边缘 小狮子们并不知道路途凶险 依然玩得不亦乐乎 几只大点的狮子到沼泽地喝水 和平头哥母子狭路相逢 平头哥大家都知道 骁勇善战谁都不服 可大点的狮子也是出生流毒 不怕受伤 平头哥母子对冲上前的狮子各种威胁 还先行发起攻击 随着狮子援军的加入 平头哥母亲有点惊慌 赶快后退 无奈儿子不依不饶 没有及时散开 被狮子截断退路 平头哥母亲马上去营救 无奈第三只狮子拍马杀刀 软得怕硬的 硬得怕不要命的 三只大点的狮子胆量足够大 平头哥母亲已经尽全力各种拉扯 想要把儿子救出 可儿子已经为太过鲁莽付出了代价 根本走不出三只狮子的尖牙利爪 第四只狮子加速前来 平头哥母亲看大势一去 只得舍弃孩子赶快远走 再玩一会儿 恐怕只能与孩子皇权相会 留下伤重的小平头哥 被狮子们各种拿捏 完全无反抗之力 狮王兄弟最大的敌人就是流浪雄狮 他们有150平方公里的领地需要巡逻 大概一周之后才能回来 流浪雄狮兄弟已经三岁 他们年轻气盛 见风插人 直接穿过狮群核心领地 来到林地想要狩猎水牛 水牛见了两只亚成年雄狮 并没有惊慌 甚至主动发起进攻 赶走了这两只狮子 天黑之后 攻守形势发生逆转 狮子的夜间势力是人类的六倍 而水牛则两眼磨黑 一只强壮的水牛挺起牛角 对着流浪雄狮猛地顶去 却顶到旁边的树叉上 尴尬无比 自觉丢人羞涩跑开 这种情况下 牛群知道自己只能防御 他们把小牛围在中间 确保小牛安全 狮子想要打破铁董镇 却一次又一次碰了一鼻子灰 牛群边打边退 准备撤往平原地区 流浪雄师兄弟如今是骑虎南下 耗费了半夜时间 绝不能就此放弃 可排成严密队形的牛群 像坦克一般 让狮子兄弟完全没有机会 愁美哭脸之际 一只小牛走出牛群包围 似乎是在炫耀 也可能是牛老大儿子 想要趁此机会扬名立威 自作那也不可活 流浪雄师兄弟一声示吼 猛冲过去 牛群和狮子 本来在慢慢拉扯 没想到狮子的冲锋 爆发出雷霆之力 再加上 小牛还在外围 来不及调整阵型 在前方牛群的狂奔下 一泻千里 丢下小牛 疯狂逃去 等到受惊的牛群恢复过来 再次集结队形之时 小牛已经成为 狮子口下的冤魂 由此可见 做牛不要太嚣张 就算你是周公子 又能怎样 猎狗群马上赶到 只让流浪熊师兄弟 如临大敌 好在猎狗群数量不多 只要熊师兄弟不主动放弃 他们除了周围乱逛 也是无可奈何 失望兄弟 正在领地另一边巡逻 这给了流浪熊师 可乘之机 毕竟 这么大的领地 顾到这边 就顾不上那边 可谓是防不胜防 花豹更惨 领地荒芜 寻寻觅觅 找了几天 见不到一只领阳 平原地区狮子猎狗太多 即便冒险狩猎成功 也保护不了战利品 去临地搭擦水牛 更是天方夜态 无奈之下 驶出了看家本领 掏鸟窝 十米高处 有一窝毛头鹰雏鸟 它们白天睡觉 晚上出来 此时 要以迅雷之势爬上去 才能趁机不备 吃到鸟肉 时机和速度缺一不可 花豹思考再三 猛地穿了上去 猫头鹰发现之时 花豹已经在洞口堵截 只是这种鸟 鱼毛多肉少 吃起来也是相当麻烦 打猫需要半小时 吃肉只需半分钟 怎么说 也比没得吃药强吧 话虽这么说 可吃完感觉却很不一样 貌似更饿了 花豹顺着贫瘠之地的外围转圈 发现前方树林 有一群珍珠鸡 珍珠鸡 虽然也不是上好的肉食 可比起毛头鹰 还是要圆润上许多 花豹从下方接近 利用河岸掩护 在珍珠鸡发现之时 急速冲击 花豹的前行能力十分出色 和周围环境几乎融为一体 这么多珍珠鸡 竟然没有一个看见 一直到三米多远 花豹三步并做两步 忙得跃起 完美 珍珠鸡丝毫没有逃成机会 花豹确实是 综合捕猎水平极高的动物 只是又到了乏味的八毛时间 不但它觉得没意思 我也觉得很无聊 咱们再看狮子那边什么情况 小狮子们饿得不行 女王沙巴伤势稍微好了一些 只是还差了远 捕猎水牛需要狮王的帮助 可现在完全不知道狮王的踪迹 何况流浪雄狮就在附近 它们最近在狮群核心领地 徘徊并且猎叉小牛 信心与日暴增 今天更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横冲直撞 它们和狮群跟踪的水牛群 竟然是同一只 借助高草的掩护 压成年流浪雄狮 鬃毛还没长齐 这样水牛 看不清狮子在哪 直到屁股 被雄狮立爪压制 被猛咬了几下 吓得水牛 一个哆嗦 赶快跑了起来 甩掉了狮子 水牛的哀嚎 惊动牛群 大家伙 一块围过来帮忙 看似流浪雄狮失败 实则不然 刚才被咬的水牛 应该是被咬到了肌腱 走路有点缺 流浪雄狮兄弟 继续追随牛群 赶一赶 歇一歇 想要让牛群劳累 进而不再团结 分崩离析 母狮女王沙巴 看到孩子们鸡肠鹿鹿 虽然有伤在身 也是焦急万分 他不能再无限期的 等待死亡了 必须要为孩子们 捕猎水牛 成年公牛 显然不大可能 好在 沙巴发现了牛群中的牛犊 绝对是不错的机会 沙巴观察周围环境 开始指挥狮群 围猎水牛 这是白天 直接追击的话 水牛很难受惊 狮群需要扇形包围 从树后偷袭 让牛群摸不清虚实 进而狂奔起来 四处乱窜 这会让小牛掉队 狮群只要对小牛合击 必然一击必胜 这个计策 关键点在于突击尸击的把握 太早容易暴露行踪 太晚水牛就跑远了 一只年轻狮子突然启动 向小牛就追 狮群都还没有站好位置 这样水牛群轻松逃远 此时此刻 互相埋怨没有丝毫作用 只会消耗本就缺乏的信心 女王沙巴 瞅准机会 利用尘土飞扬能见度低 混乱中取小牛性命 小狮子们快速赶来 现在没有秩序可言 他们必须狼吞悔 趁猎狗群发现之前 把肉食一扫而空 况且 这附近还有流浪雄狮 虽然不知道在哪 但沙巴已经嗅到了不祥的气味 夜色漆黑 流浪雄狮还在追逐水牛群 牛群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兄弟 坚守防线 把受伤的水牛围在中间 可他们的敌人不仅是狮子 黑夜同样与自己为敌 几次拉扯之后 虽然有胆大的水牛 愿意为同伴拼死抵抗 终究顶不住 多数水牛的黑暗恐惧 牛群奔跑起来 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 牛群的狂奔让阵形散乱 受伤的水牛则越跑越慢 被流浪兄弟抱住大腿 动弹不得 为了狩猎这只成年水牛 熊师兄弟花了大半个白天和黑夜 一共花了十八个小时 当真是非常棘手 这下好了 至少能大快躲一三天 不过首先 这需要猎狗群同意 猎狗群远远闻到血腥 一个个如苍蝇般快速赶到 不多时 竟然巨来二十二只之多 让只亚成年熊师看到如此多的猎狗 一眼神力满是恐惧 但是 这只成年水牛诱惑实在太大 流浪熊师怎么可能轻易放弃 熊师兄弟主动出击 无奈猎狗狗狗多是众 并不能逃得便宜 两兄弟果断聚集在水牛旁 任你百般挑逗 我自窥然不懂 熊师兄弟 互相照看着对方的后面 这样猎狗群挤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一时之间无计可施 眼睁睁看着兄弟俩大口吃肉 二十二只猎狗 就这样 跟流浪熊师兄弟对着了天亮 突然 猎狗群哇叫着跑开 定睛一看 原来是狮王之一巡逻归来 狮王先行驱赶猎狗 因为他看到两只流浪熊师位于此地 一对二并没有十足把握 想要靠气势不战而屈人之兵 可流浪熊师不为所动 狮王掉转头来目露凶光 超过二百三十公斤的巨大身躯 让流浪熊师心生含义 缓缓走开让出牛肉 狮王大为恼火 大胆竟敢如此磨叽 迈开大步冲上前去 流浪熊师之一竟敢敢出手反抗 狮王力道蛮横 轻轻一巴掌叫其掀翻 流浪熊师还有兄弟侧应 本身也实力不俗 几招过后 狮王一个虚晃抽身而退 流浪熊师则趁此机会 快马加鞭赶快逃走 狮王把流浪熊师赶走 由大声呼唤狮群成员前来 不仅单枪匹马 为狮群清理走流浪熊师 更是夺得鲜美成年水牛肉 狮王成为了狮群真正的爷爷 英雄 老老小小万分惊养 只不过 虽然呼喊师群成员 但规矩还是有的 必须狮王先行进食 只有他最崇利的儿子 能同时享受美味 等到狮王吃饱 水牛肉也是所剩无几 这么大一夹子 拿够小朋友们分 好在有狮王帮助 今天晚上 狮群将解洗牛群 牛群此时 正位于平原地区 狮子不需要埋伏 兵行险招 完全可以和牛群硬碰硬 平推过去 只是牛群实力不俗 平推也需要计谋 要根据形式拉持阵型 小狮子们在后方虚张声势 一来让水牛群受惊 二来可以在狮群的保护下 维持自身安全 终于在不断的波浪式进攻下 牛群没能顶住压力 被狮群围猎住一头 狮王抓住机会 直接趴在牛身上 这只水牛也是超级强壮 如此压力下不动如山 可只有力量没勇 狮子们一勇而上 大腿 臀部都被各种撕扯 可谓是痛涉心扉 水牛的忍受力达到极限 轰然倒地 即便这么多狮子配合狮王 也是花了两个多小时 才结束战斗 水牛的实力绝对不容轻视 狮子 花豹 猎狗 三方势力全压交错 狮子虽实力强大 可俘获相宜 并没有绝对的安全 猎狗数量很多 但在成年雄狮面前 稍有不慎 同样会满盘皆输 花豹势单力薄 贵在综合实力强悍 能在强敌环视下 觅得立足之地 做人更加不要妄自飞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上天精心的杰作 点赞加关注 生活有温度